攤販們都在這裡排隊領取防護面罩 這裡是基隆果菜批發市場 22號有一對夫妻攤商確診 基隆市長林又昌當時宣布停業一週 過了一個禮拜 終於在28號上午重新恢復營業 但人潮真的少了好多 而攤販們的生計雖然終於可以恢復 但還是有點擔憂 市場主委也認為會去萬華批貨的攤商 可能是個未爆彈 但只能良心勸導 林又昌也說目前室內篩檢 市場40人結果還好都是陰性 就是希望可以減少人跟人的接觸 國菜市場營業時間縮短到9點 至於來批貨的人其實還是會緊張 但為了生意只能好好保護自己 盡量保持距離 對 基隆市28號上午召開防疫記者會 公布27號確診的案64396440 一對夫妻的足跡 5月有好多天去過台北市 新北市宜蘭縣的市場擺攤 足跡遍佈好多個縣市 林又昌很擔憂 攤商也不是只有在固定的一個市場裡面 去擺攤 它會移動它會流動 我們這個缺口這個洞這麼大 那別的地方全部都圍堵起來了 那唯有這個地方每天都在群聚 那要怎麼辦 而除了市場小姑娘小吃店群聚 已經累計16人染疫 其中按5772也就是小吃店負責人 更是一家10口全部確診 無一倖免 包含小姑娘在內已經擴大 金水灣 新水灣和快樂城 疫情會不會持續延燒 大家都在關注 TVBS新聞劉欣葵 石雲亭基隆採訪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